武侠片中的大侠 而成 我的孩子 十八年后 大侠诞生了 我就是东方不败 作为一名合格的大侠 首先要有属于自己的招式 我的招式就是 葵花 宝典 一般情况下 武侠偏重的大侠 这时需要一位强劲的对手 东方不败 今天我就要夺了你的武林盟主之位 你是谁 西塔大冷面 少废话 按我的大宝剑 我真是大宝剑 925纯钢大宝剑 你真的又卖多少钱呢 少废话 我帮你一下吧 你这太费劲了 谢谢啊 宽剑吧 宽剑吧 宽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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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也不过如此 接我三标 哎 第一标 台山 刀海 哎 没大招 掉的也太快了吧 第二标 翻天覆雨 哎 哎 好啊 没大招 没大招 请你一身打白毛 闭嘴 哎呀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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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过如此 哎呀 看我的六只小母亲 大哥我也没点个人 你给他躺啥呀 一般情况下 在武侠片中 大侠都是不死之身 这时应该有一位 美丽的姑娘 是他死而复生 有一个姑娘 她有一些任性 她还有一些嚣张 有一个姑娘 她有一些败 公子 你怎么了 公子 你快起来 公子 公子 你醒醒啊 公子 公子 你醒醒 公子 哎呀 公子 你怎么还不醒啊 来 我帮你疗伤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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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问 姑娘方名 民女 凡君范 哦 光听名字 咱就不适合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 长得像女人的女人 你不是不喜欢 长得像女人的女人吗 哦对 我不喜欢 长得像女人的女人 那太好了 我其实我也不喜欢 长得像男人的男人 武侠片中的爱情 又总是那样难以琢磨 他们一定会 没有理由的争吵 没有理由的复合 争吵 复合 争吵 复合 争吵 最后 复合 好棒 唱得黑 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剧情 如你们所料 世间 不会有这么容易的爱情 你们 这是都傻了 赶紧给我松开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娘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老姨 这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两本是奇雄妹 这就是武侠片当中的 基本套路 来 这带着两个孩子来的 一个是你姑娘 一个是你大侄子 是吧 好 掌声再次送给三位 谢谢 最为重要的 我们还是要听听三位 陈渝老师 对你们今天演出 他们此时此刻的感受如何 有请 吴大卫老师 笑死我了 这个句 你们以来真的 我觉得得心一手 而且呢 就把自己 能够适合的 摆在这个角色里面 其实就对了 我觉得这个角色 第一设定的空间就很大 好 谢谢 谢谢 吴大卫老师 特别好笑 最好笑的 我觉得我都没有力气去笑了 你能带动所有观众 都很开心 很好笑 之前是怎么演我不知道 但是这场确实 你们真的很疯狂 很疯狂 不要管这个剧情 对不对 不用管它 但是现在这一瞬间 我们所有人 所有观众呢 都被你们饰演出 非常好 掌声再次送给 保证风促和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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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